张勋复辟当日 李大钊被迫逃离北京 他在江南流亡数月 广泛深入社会底层 考察国情 清理思想 苦苦追寻新的旧国之路 张勋复辟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彻底流产 惨通的教训促使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 仅仅靠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办法 难以救中国 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 除了文化觉醒和思想起盟 还要倾听大众的呼声 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新之路 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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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呐 汪伯伯 我爸不会走了吧 那不会 没见到你们那他不会走 走也走不远 不得去积析了 见胡适去了 我就说不来了 少年总 哥 年年 你那姨妈蒸的包子 天热我怕坏了 我再踢上再热上 年年 年年 过来 我们白带话 过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坐 坐坐 你看看 我说没走吧 给你们蒸包子去了 昨天一来 你父亲说把这个包子送到学校去 高军曼 给我蒸的叫我路上吃 挺多的 你们吃吧 来来 吃吧吃吧 肉吧 吃 你姨妈给你们蒸的 你不是说给你蒸的吗 你蒸了两样馅 一个素的 一个肉的 素的我吃完了 肉的给你们的 你能不能不装 什么时候有素馅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吃的 这就是你们姨妈给你们蒸的 她没舍得吃 给你们留的 你们吃 吃吃 来 坐 来 吃 吃个包子你还整出什么素馅什么 装什么装的 好好说话 我怎么没吃 我怎么没有舍得 我什么时候要做 你怎么过 我怎么游戏 能不能不装 是 像我 还不过 我们就先看 那我们在一起 那边 您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想去法国勤工俭学 这个我也很支持 但是现在是世界大战 留法的事情还遥遥无期 国内也很混乱 你们不能总是待在这个法文补习班吧 人无远虑 必有见优 我就很想知道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哥俩自己的路四季走 系不依靠别人 也不依靠家庭 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路 我们俩准备到法国去留学 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肯定不能半途而废 所以我们决定留在上海上学 现在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不错 我们勤工俭学没有问题 关键是只有我们读不完的书 我们连舍不得走 对 等我们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北京玩 行 既然你们都已经想清楚了 那我尊重你们的意愿 第二个问题 你能跟我说说 你跟柳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什么怎么回事 你不认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吗 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无意外 我没想到你也会关注这种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这么世俗的人 我关注你和柳梅的事情就世俗了 既然你跟大家一样都这么世俗 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 柳梅 还有乔年 我们是一种纯洁高尚的互助合作关系 没太多 那你看过克鲁炮特金和托尔斯泰的书吗 看过 那你应该知道互助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泛劳动主义 知道一点 那你也应该知道 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我吸入了空听 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 是全社会所有的人 都会通过自律来不断地实现 道德的自我完善 所有人都结成一种 超越家庭和恋爱的友爱关系 你和柳梅是这样一种关系 这是我追求 那在别人眼里 你们是一对啊 什么一对啊 就是蝴蝶 成双啊鸳鸳啊什么的一对 懂吗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不同 你们还无法摆脱世俗的羁绊 但对我们来说 那正是我们要冲破的范例 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纯洁高尚的友谊 那你要冲破这个范例 柳梅理解吗 那当然理解 而且我现在正在制定一个自律手则 我称它为六部 什么六部 分别是不闲游 不看戏 不照相 不下管子 不讲衣着 最重要的是 不谈恋爱 不做私交 全社会所有的人 通过自律不断地实现 道德的自我完善 所有人要结合成一种 超越家庭 恋爱的 有爱关系 这么说我跟你姨妈 你姨妈跟你汪伯伯 汪伯伯跟你们 我跟柳梅 柳梅她爸妈 跟你姨妈 都是一种关系吗 应该是 你为什么叫你姨妈姨妈 那真是个称谓 您怎么称谓我啊 我一直叫你陈独秀 陈独秀先生 喊也认识 你们吃吧 我走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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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颗 吃吧 吃吧 陈独秀先生带来的 高军曼女士争的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段祺瑞宣言 中国正式对德国奥迪利宣战 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协约国行列 协约国和美国 相继向中国政府保证 尽力赞助中国 在国际上相额 大国当有之地位 积其优待 优优独秀协约国家 嗯